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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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Zegasです yo 就在去年呢 我拍了一部 用紙杯做的香檳塔 我把它叫做紙杯塔的影片 看很久的觀眾應該都知道 當時拍那個紙杯塔 是我大概50人訂閱的時候 那個時候真的是超感動 因為我的影片 一開始其實並沒有做很好的後製 也沒有很好的設備 那我就是一直 想到什麼就拍什麼 沒有一直在特地做一些就是修飾什麼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拍了30天的影片 才有50個人訂閱 而當時獲得到50訂閱真的很開心 如今一年過後了 呃...一年過後又30天 我現在 兩萬訂閱了 兩萬真是得來不易 所以 這一次要來做 這一次呢 我要將這個影片重點升級 已經不再是十倍了 而是塑膠杯 而且 因為我這一次要用的飲料呢 是零卡可樂 所以我想要做一個嘗試 假設 我在每一個塑膠杯裡面 都放一顆曼陀珠 那我在倒可樂的時候 是不是透過 可樂跟曼陀珠的互相作用 就可以讓 所有的塑膠杯 能更快的裝到飲料呢 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趕快來拍我們的 塑膠杯湯 我當時是排三角 崇拜 好明顯 酷 我在幹嘛 我要放慢著豬喔 完成 各位 就開始慶祝我的頻道 兩萬訂閱吧 一罐好像不夠耶 但是 我也只有買這一罐 總之 我兩萬訂閱了 記得按下我吃一顆吃 掰掰 掰掰 嗯 3 3 2 2 1 2 2 2 3 4